大家好,我是名字业的高山向导 好久没跟大家见面了 因为4月和5月去爬了珠峰 也刚刚回来没有多久 所以这期开始给大家奉上 攀登珠峰的视频 在我的视频里 其实并没有那种酷炫惊艳的画面 甚至连一个航拍的镜头都没有 如果你想看那种像壁纸一样 那种精美美丽漂亮的东西 我的视频显然不适合你 但是如果有一天 也许明年 也许未来的某天你要去攀爬珠峰 那我的视频你应该看 因为我会以最真实的角度 给你呈现出珠峰攀登过程的样子 你想知道这个到底是亮冰 还是硬雪 你想知道爬珠峰要不要学会攀冰 你想知道落子壁到底有多陡 那么这些问题 你在我的视频中都可以得到答案 我会从一个高山向导 和一个攀爬者的角度 去讲述我内心最真实的独白 那这个视频里呢 没有那种夸张的剧情 也没有那种刻意渲染的煽情 有的就是一个珠峰攀爬者 一个普通人 在珠峰上实际会发生的一些事情 那视频呢我也会呈现出多集 希望你们能够喜欢 一会就要出发了去机场 在自己家的这个小阳台 那什么心情呢 大概就是忐忑吧 忐忑 虽然到今天为止去过很多很多的地方 很多很多的山了 但还是很忐忑 平安去 平安会 这些年出差的次数成百上千 每一次从我家去机场的路上 都会路过雲和宫 我都会在心中暗暗的祈求 佛祖保佑我平安 其实在去尼泊尔进行适应之前 我觉得自己应该先笨鸟先飞 所以就去了哈巴 做了一个预袭前的预袭 比别人更充分 我才会觉得更安心 还是这块木头牌子 对 这个是第九色了 第九色灯底 然后其实是作为去尼泊尔之前的一个 适应的拉链 包括鞋子的感觉 所以穿这个鞋子确实是 需要提前适应 怎么说呢 其实很紧张 但就希望补糖卷晚 我在成都的一个酒店里 明天呢 就要从成都出发前往尼泊尔 那开始这次的这个珠峰攀登之旅 那其实正常的来说是 从这个明天4月17号 预计的话 会到5月的25号左右攀登结束 大概整个时间加在一起 大概是40天左右吧 我们来看一看我的两个这个大的行李 这两个150升的驼包 是明天要坐飞机 托运的 然后就还有一个大概45升左右的一个背包 是自己随身背的 明天就要出发了 说不紧张 我觉得也是骗人的 那我其实 我大概在三年前 都没有说拍头珠峰的这个想法 其实也是比较晚才有的 我还记得好多好多年以前 记得那个论坛上有一个帖子 就八十六四的论坛上有一个帖子 是轻一左刀写的 就写他们那个年代去商业 潘登珠峰的一个故事 没想到有天自己也走到这一步了 我觉得潘登珠峰和生活中的很多事情 其实很像 就是不是说你准备的特别好 你特别努力就一定能够成功 那和运气有很大的关系 和天气有关 和当时拍当人数多少有关 和是否排队有关 和当时这样的冰崩啊 雪崩啊这样的有关 那这些因素都是你不是自己能够控制 就是运气 是命 我觉得这跟我们的生活 其实很相近 就是很多时候你却很努力 也不一定能成功 而且你不能成功的那个理由 可能你都不知道是什么 你自己可能都无法知道 真正的原因是什么 你问我说 潘登珠峰你有没有信心 相信自己一定能登顶 我其实不能够打把我票说 我一定能够登顶 我觉得没有人敢说这种话 但是我现在内心还比较平定 不是说特别害怕 我觉得一步一步 按部就搬到来 把每一步做好吧 那剩下的交给老天爷吧 已经算是出境了 然后等待坐加德满都的飞机 昨天已经延迟了一天了 希望今天没问题 加德满都特里多万国际机场 从成都飞往加德满都的飞机上 如果你靠近右侧的悬窗 你是能看到窗外的 朱姆朗霸峰的顶峰的 正如电影中所说 这个高度已经达到了 波音737的巡航高度 你想想有一天你站在这个山的底上 人在飞机上都能看到你 这真的是令人挺激动的 三次待这个了 希望不用再来 已经入住加德满都的酒店了 看起来还行是不是 但是这会是未来一个半月最好的住宿条件 我是一个运动员 我的专业是健美操 然后我做 毕业到现在就做一份工作 就是健身 到达尼加德满都的第一天 这个是这次珠峰攀登的许可照 上面有我们的名字 第三次从加都飞卢卡拉 之前分别是1819年 这一次的话换了一个小机场 但是依旧是双翼螺旋角飞卢卡拉 我们要降落的这个卢卡拉机场呢 被誉为世界上最危险的机场 听起来好像有些危言耸听 但我在2019年带EBC徒步时 我在卢卡拉机场的乘坐的直升飞机 还有我的那名驾驶员 在第二天同一架飞机 同一位驾驶员 就因为空难事故死去了 所以你能够想象到 这个机场确实充满了很多很多的未知情况 我们的队伍抵达了卢卡拉 几年没来感觉变化也没那么大 卢卡拉山之小屋吧 这是第三次走EBC 但这次呢是为了盘登珠峰 4月中旬 港山渡眷已经开满枝头 一路随花而行 整个EBC徒步的意义就在于 让队员从2000多的海拔 逐步的渐渐的适应到最终大本营5000米的海拔 还记得电影《绝命海拔》里 有一个镜头就是登山客 经过铁这个铁缆的这个桥走到对岸 现在的情景就是这个样子 如果没记错的话应该也是这个桥 走在这个铁索桥上 其实还挺漂亮的这个EBC 抵达了这个EBC徒步的一个重镇 也是其间最大的一个镇子 叫南池 然后呢其实是很多盘登珠峰 在这会做最后的修整和一些装备的补充 里面有很多很多很不错的户外店 还是一个难得有酒吧有小蛋糕店的一个地方 周六早晨 宁静的小镇南池 这个季节正是徒步登山最好的时光 在南池的雪山之下 有一个很漂亮的小学 叫希拉里小学 以守卫登顶珠峰的攀登者的名字来命名 我想小朋友们在这边上学 每天面朝雪山 也会有很多对大自然的向往 这个是在珠峰博物馆前的一个雕塑 就是手登的希拉里 比较有意思的是 大家可以注意它下面有一个Do not climbing 这个非常有趣的一个梗 对 攀登博物馆 第一个登珠峰的人 然后他的雕像下面写着不要爬我 大家在南池这一天都特别放松 休息 大家心境也都特别好 各种欢声笑语 但其实我能感觉到我自己 其实内心还有很多的焦虑的 因为毕竟是一个中国狼马峰嘛 就其实内心还是会有压力 那我想有的时候最大的改变就是 以前会把这个登顶与否 当做一场考试去看待 那现在呢 其实我更愿意把整个登山的这个过程 当做一个修行 就是整个这个过程 每一分每一秒你要去照顾好自己去照顾好 关注自己的内心 我觉得还是像我之前在攀登那个 就是牧师塔格之前说的那个一样 我觉得就是对自己内心的那种关照是最重要的 观察自己时候 就是说是不是太开心了 是不是太难受了 是不是太压力太大 太焦虑了 去 就像从一个宇宙上帝的角度去看自己 如何面对自己内心的变化 观察自己内心如何去应对外界环境变化而带来的变化 就是观照自我 还是整个考试都是一个整个这个过程都是一个修行 我觉得这可能是这个 这次带来的最大的一个我的希望 那这个呢 就是我们来到了南池的这个珠峰博物馆进行参观 他现在写的是The Ares Museum 其实关于阿威斯特和这个曲魔浪马 他有不同的这个叫法 那我还是更多的希望我们中国人就要去毛浪嘛 因为人家本来就有名字 对不对 可以看到这上面的梯子 这些东西呢 是容易碎掉的 也可能你走到这个上面它塌掉了 你人就掉到冰雷缝里 在珠峰博物馆里我们看到了许多非常珍贵的历史照片 像曾经无养过14座的登山皇帝梅森纳尔的照片 像首位登顶珠峰的希拉里和丹增的照片 那虽然到今天为止 珠峰的攀登已经变得非常商业化了 但是我觉得人类向前探索的脚步从来没有停止 那其实就在前几天这个 这个埃隆马斯克的这个发网 这个火星的这个火箭 虽然失败了爆炸了 但是我觉得这个也是人类探索精神的一个代表 无论登山也好 无论还是这个火星探索也好 人类这种进去的精神一直在不断的鼓舞着我们前进 在这个去珠峰的路上偶遇大神Katian太幸运了 非常非常开心 然后正好跟Katian都能够一起吧 太棒了 好幸运 在前往珠峰大本营的路上 几乎每隔两三分钟就可以看到有直升飞机过去 是在从这个运输大本营的一些补给啊 一些装备 也可以看出登山记的这个繁忙 刚刚呢在这里面 这次我们的队员在这个寺庙里做完了一个祈福的仪式 那有一位当地的大师给念经 然后祈福 那祈福仪式完成之后呢 我们现在出发前往天波窃 刚刚做完这个祈福的仪式 那在里面没有进行任何的拍摄 那我自己并没有一个非常明确的宗教信仰 但是可能相对而言吧 偏向佛教一些 那在我自己的这个价值体系中 在我的世界观中 那我一直觉得世界是无常的 那我觉得正因为这个世界是无常的 我觉得这种祈福能带给一些内心的慰藉 而这种内心的慰藉 会转化成内心的力量 所以就正因为在这种无常的世界中 我们人类能做的事情太少了 所以我们能够掌控的就是自我内心 从天波窃前往丁波窃的路上 海拔呢会从这个3800到4300 其实每一次走到这一段呢 都是感觉天气变化最复杂的一段 一般呢也都是从这天开始 换上厚一些的衣服 然后其实比较有意思 可以看到远处的那个树开始变少了 开始变成了那种灌木 就是所谓的林险 今天呢我们从丁波去 向上爬一些小山做一个海拔摄影 能够看到后面很漂亮的这个阿曼达拉 看起来在云雾中非常陡峭 今天在人间路得几十公里啊 三十公里 这个是从丁波窃向罗伯窃出发的过程 可以看到很清晰后面要作为 适应型攀爬的这个六千多的罗伯窃风 可以看到整个这个队伍有很多负责背这个头包的 那一个头包的重量呢大概我觉得三十KG左右 有人背两个 平均的重量就应该在五十到六十公斤 那在这个海拔 你可以看到其他的我们队员都是背小包 包括我也是只背自己的小包 就是这个夏尔巴埃啊尼泊尔的这些背负 Porter 背非常沉的东西 然后非常瘦非常低 然后我们去登山呢 那些荣誉归我们所有 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很难看到这个世界的真相 只是看到人们展现出来的一面 那灯表 那谁看到这个Porter的这些辛苦呢 那这个就是世界 世界的本质就是如此 在前往罗伯窃午餐的地方看到了一个很熟悉的这个logo 一家俄罗斯的这个Seven Summit的公司 之前在厄尔布鲁市的那期视频里面也有过 非常可爱 一个熊拿着一个镰刀拿着一个锤子 一看就是俄罗斯 第二次见到他们 又一次抵达这个高山的珠峰的这个墓群 那这里面有很多我们中国的登山的前辈 他们就留在这里了 那他们长眠在雪山之下 那我也不太喜欢拿这个手机怼着人家的一个遗像去拍 就是 希望他们在天堂可以安息吧 我们在。。。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